这个叶子啊花都是好东西 一生之后就饱 先洗一下 然后再把皮啊紫啊这些去掉 要洗几遍 洗两遍就可以了 不然放下来很干净 都是井水啊 成天难的 皮要怎么去 不是很忙啊 这么多 去掉何年何月哦 不会很快的 我去洗一块 有时候我妈 我阿姨他们会帮忙 纸也要去掉 都要去掉 只留下那个极花果的肉 这皮啊真大个 鸡蛋一样大 用冰糖比较好吗 冰糖跟清甜嘛 只有枇杷果肉跟冰糖 熬成糕 熬多久 烧掉两粉材就可以了 等它慢慢的融化嘛 再给它搅拌嘛 最会时间就是剥皮跟熬煮 对 会时间 谁都会煮 都要有营销枇杷 哈哈哈哈 几斤熬一斤 我也没有涮 一锅也就是几斤而已 更加熬点那个小时了 熬到怀疑人生 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哦现在枇杷水分已经慢慢煮出来了 然后慢慢把它煮生花掉 慢慢把它煮得碎碎的 稠稠的 这一罐能换多久没话 煮了吃一两年 尤其一直都在吃 口宽化 对 做这些事情 这不算内 外面打工更内 不是吗 我不知道年轻人喜不喜欢枇杷糕 但是呢 吃一些也还蛮不错的 看到我们熬的过程就不知道 确实还是不错的 时间的味道 嘿嘿嘿 平时泡水喝 慢慢喝 这个是枇杷糕 它里面只有枇杷跟冰糖 这个勺子一定不能有水分的 水分就容易花霉了 这里面都是果肉的 满满的果肉 如果不怕甜的话 可以直接吃的 可以涂面包吃的 当早餐涂的 建议泡温水喝了 喜欢甜一点 枇杷糕多换一点 不喜欢甜的话 枇杷糕少换一点 这一整个就是枇杷果肉的 啊